第255集 这个时候你要控制自己的情绪 不要太高兴 也不要太难过 叶浩轩在他手腕上拔了片刻 然后收回手笑道 小姑啊 你放心吧 胎儿很好 而且我可以确定是个龙凤胎 真的 那太好了 太好了 季星也一屁股坐到椅子上 一直喃喃地重复着这几句话 小爷 我之前流过一次产 所以我心里有阴影 我怕 陈音有些慌张地说 没事的小姑 上一次流产是意外 这一次绝对不会有事情的 我回头给你开一个安泰养神的方子 你一星期服用一次 我保证你和宝宝都健健康康的 叶浩轩笑道 那就好 小爷 以后要麻烦你了 我跟你姑父的幸福 可都指望你了 陈音抓着叶浩轩的手 显得有些语无伦子 不管陈渊认不认叶浩轩这个女婿 反正他们是认了 什么狗屁世家 什么狗屁联姻 统统滚一边去吧 在继星野的家里坐了坐 给他开了一些方子 交了一些关于养生安胎的方子 叶浩轩便起身告辞了 陈若曦跟他一起离开 怪了 我那老丈人今天怎么放心 把你给放了出来 叶浩轩诧异地看着陈若曦 自从上次他把薛红云的 一根手指弄断了以后 陈渊看陈若曦看得紧 真的跟对待犯人一样对待他 生怕一不小心 自己把他的宝贝女儿给骗走了 我太爷爷身体有些不大好 所以这几天 他一直在京城疗养院里待着 哪里有时间管我 陈若曦挽着叶浩轩的手臂道 老太爷怎么了 叶浩轩微微一争 问题不大 人年纪大了 所以身体不如以前 隔几天就会有些头疼发热 食欲不振的 这也是正常 祝他老人家长命百岁吧 哎 陈若曦叹道 叶浩轩点点头 陈家的老太爷现在已经是百岁高龄 那个时候跟太祖一起走过来的 恐怕就剩下京城的那几个了 每一个都是国宝一样的人 姐夫 我来了 随着支的一声停车 一辆宝马稳稳地停在了叶浩轩的跟前 陈若曦的堂弟陈玉 从车上兴奋地走了下来 叶浩轩吓了一跳 下意识地忽怒了陈若曦 因为这小子根本不会开车 他成天这样开着车大摇大摆的 也真的不怕撞到人 姐夫 你放心吧 我现在已经学会开车了 你看 这是我的驾照 陈玉边说 边拿出了自己的驾照 哼 行了 你小子的驾照怎么来的 你自己心里清楚 反正我是不会坐你的车的 叶浩轩摇摇头 弄张驾照对这小子来说 不过是一件很简单的事情 不过他的车技的确是有所坚长 虽然是这样 但是叶浩轩还是不敢坐他的车 姐夫 我是来接你们的 走吧 陈玉笑道 我开车 去哪里 叶浩轩抢先坐在了驾驶座上 陈玉这小子开的车 他可不敢坐 去哪里都行 陈若曦坐在副驾驶室上 只是自己的弟弟在一边 他不好意思跟叶浩轩太过于亲热 就在这个时候 又一个陌生的电话 打到了叶浩轩的手机上 叶浩轩眉头一皱 这又是谁 哪位 是我 唐蕊 话筒里对方传出来一个熟悉的声音 唐蕊 你有什么事 叶浩轩微微地诧异 之前在派对上 他让唐蕊出尽了丑 这个女人应该是恨他入骨而已 怎么会主动给他打电话 来地井工一趟吧 你那天救了我 我要当面谢谢你 电话另外一端的唐蕊 声音很平静 叶浩轩根本听不出来一样 不用了 这是我的本分 我救你 不是因为你身份尊贵 而是因为我是一个医生 有这个职责 叶浩轩淡淡地说 不 你一定要来的 我不习惯欠别人的人情 今天来这里 我还你这个人情 唐蕊固执地说 然后就挂断了电话 你怎么认识唐蕊 陈若曦微微有些诧异 我们之前有点小冲突 叶浩轩说着 便把之前在地井工 那次派对的事情 给陈若曦讲了一遍 陈若曦听得直接无语 这家伙也太能气人了吧 硬是把唐家的大小姐 给气晕过去 唐蕊的哥哥 是三大才子之一 人还算不错 但是她这个妹妹 就有些心胸狭窄了 你不会真的认为 她是还你这个人情的吧 陈若曦若有所思地说 我的老婆原来也挺有脑子的 我以前真的以为 你这会打打杀杀的 叶浩轩笑了笑 滚 谁是你老婆了 你才没脑子 陈若曦反手在叶浩轩身上 不痛不痒地掐了一下 我当然不会认为 她是暴打我 救她命的 正如你所说 这个女人心胸狭窄 有仇必报 我这次倒是要去看看 她在跟我耍什么花招 叶浩轩冷笑道 过不多时 地井宫到了 叶浩轩和陈若曦 一起到了唐蕊指定的包厢里 两人手挽着手 一副亲密的样子 来了 唐蕊似乎在这里等了很久了 她站起身来 微笑着走向叶浩轩 然后对着陈若曦 笑着点点头 看两人亲密的样子 视若无睹 叶浩轩心中一灵 马上意识到了问题的不对 现在陈家和薛家联姻的事情 几乎全京城的人都知道了 唐蕊作为这个圈子里的人 不可能不知道 但是他看到陈若曦和自己这么亲密 非但没有惊讶 反而从他的双眼里 闪过一丝不易察觉的冷笑 这里面一定有问题 有什么事情 你可以直说 叶浩轩不想跟他废话 直接了当地问 我只是想感谢你治好了我的病吧 唐蕊跟跟一笑 他的性格跟以前比起来 确实有些不一样 如果说以前的唐蕊 心胸狭窄 鸭子必报 只要有仇 当场就要报出来 那现在的唐蕊 倒是有几分功于心计 性格有些阴柔 看来那天 叶浩轩不仅治好了他的心脏病 更是顺带着把他胸大无脑的病也治好了 我说过 一个千金小姐 或者是路边的一个乞丐 对我来说 其实区别不大的 叶浩轩胆胆地说 当然有区别 有什么区别 叶浩轩反问 因为我哥是唐蕊 唐蕊一本正经地说 你能不能不要每次都要把你哥给扯进来 叶浩轩皱皱眉头道 他随即醒悟 是你哥让你来的 没错 是我哥让我来的 而且你们等会儿还会见到一个意想不到的人 唐蕊笑了笑 意想不到的人 叶浩轩心中一动 他随即苦笑道 我想我已经猜到那个人是谁了 你很聪明 难怪我哥对你的评价这么高 唐蕊咯咯咯咯咻 然后转身把门打开 果然 一脸铁青的薛红云站在门口 看着叶浩轩和陈若曦亲密地挽在一起 他的脸上几乎要涌出杀人的冲动 我听说薛少跟你是朋友 所以就把他叫来一起玩 人多热闹嘛 我失陪一下 你们聊 唐蕊一声冷笑 然后关上包厢门 转身离开 被这个女人整了 叶浩轩心中如是想到 他跟薛红云是情敌 薛家和陈家联姻在即 现在让薛红云看到自己和陈若曦亲密的样子 估计这伙杀人的心都有了 薛红云 怎么是你 陈若曦微微地一惊 若曦 如果你现在跟我走 我可以当什么也没有看到 薛红云忍耐着心中的怒火 薛红云 抢你的瓜不甜 我不喜欢你 陈若曦淡淡地说 这是他第一次真正地向薛红云表态 之前他明里暗里地对他暗示过几次 自己心里有人了 但是薛红云就是装糊涂 我比不上你身边的那个混蛋 薛红云指着叶好玄和道 比不上 陈若曦一句话让他气节 若曦 你不是小孩子了 你不要这么任性 我们的事情是伯父同意的 而且两家老太爷已经交流过 过些天 就是我们订婚的日子 薛红云深深地吸了一口气 强行忍住即将爆发的怒火 我的话不想再重复 陈若曦淡淡地说 他紧紧地挽着叶好轩的胳膊 或许这个男人 没有你良好的家世 没有各种背景和人脉 但是我就是喜欢他 你知道你在做些什么吗 薛红云的脸越来越沉 我又不是小孩子 我当然知道我在做些什么 陈若曦摇摇头道 薛红云 如果你还有京城三大才子的骄傲 那就请你放了我 薛红云的脸上阴晴不定 陈若曦的话 无疑是赤果果地抽了他一个耳光 是啊 他是京城三大才子之一 明管京城 又是薛家未来的掌军人物 难道以他的身份 还要死皮赖脸的祈求这份 根本不属于他的感情吗 你知道 你这么做的后果是什么吗 薛红云的脸彻底地沉了下来 我知道 我什么都清楚 无非是利益交换罢了 但是薛红云你也不要忘了 虽然我陈家现在声望大不如以前 但是我家老太爷还在 我家老太爷一天在世 我陈家就和你们家有共同的地位 陈若曦历一声喝道 薛红云一个震动 他吃惊地看着陈若曦 仿佛是第一次认识这个女人一样 陈若曦说得不错 他们两家现在的地位是一样 虽然陈家声望不如薛家 但是和薛家地位一样 在联姻的同时 双方是共赢的 他们是利益交换 并不是陈渊卖女儿 话都说到这个份识了 薛红云如果我是你 我就成全别人了 叶好轩不识时机地加了一句 叶好轩这一句无疑是火上浇油 薛红云咬牙切齿地喝道 叶好轩你别忘记了你是什么身份 在这里没有你说话的资格 薛红云彻底地被激怒了 现在薛臣两家的联姻圈子里人尽皆知 先不说这件事就此放手他的面子往哪里搁 就连他身后的薛家也会脸上无光 所以事情到了这个地步 不是说退就能退的 更何况他堂堂薛大少 京城三大才子之首 竟然连一个没有背景的小医生都争不过 这让他以后还有什么脸面 在京城这个圈子里混下去 他能是什么身份 他是我姐夫 陈渊不识时机地打开了门 冲了进来 他不屑地扫了薛红云一眼 你 薛红云几乎一口鲜血要喷出来 就连陈渊这个家伙都承认叶好轩的身份了 怎么 不服气 告诉你 想娶我姐 得掀过我这一关 很不巧 本少爷不看好你 陈渊嚣张地对着薛红云比了一个中指 然后笑道 姐夫我们走吧 叶好轩和陈若曦一起站起来 连看都不看薛红云一眼 转身离开了包厢 薛红云的脸色铁青 他瞪着通红的双眼 冷冷地注视着叶好轩两人亲密离开的样子 陈若曦 你这个贱人 你放心 老子一定要祈祷你 把你干翻 薛红云咬牙切齿地低吼 但是他突然又笑了 他的脸上呈现出一种不正常的病态 两位 这么早就走了 不多玩会儿吗 正在叶好轩和陈若曦就要离开的时候 唐蕊的声音传了过来 他笑吟吟地看着两个人 不玩了 妥协唐大小姐的盛情款待 今天的事情 我记下了 叶好轩冷笑着扫了唐蕊一眼 然后转身离开 今天的这个事情是这个女人故意报复她 目的无非就是让自己跟薛红云成为死敌 然后薛红云再把自己往死里整 我还准备了另一份礼 会给你一个惊喜的 唐蕊的脸上依然带着人畜无海的笑 叶好轩的心中一动 不明白他这句话是什么意思 就在这个时候 唐兵的电话打了过来 巡护鞠被封了 你赶快回来看看吧 是谁封的 叶好轩神色一脸 还有谁 当然是你那便宜老丈人了 现在他就在这里等你 唐兵道 等着 我马上回去 叶好轩说着挂断了电话 然后他颇有深意地瞥了一眼 唐蕊道 你搞的鬼 不要误会 我只是和陈伯父说你和陈小姐在一起 其他什么事情也没做 唐蕊一副人畜无海的样子 叶好轩伸出手指 对着唐蕊指了几下 然后转身离开 唉 我爸又知道了 陈若曦 叹气道 是唐蕊那个女人 先是带到这里 让薛红云和我彻底翻脸 然后另外一边又对你爸说 我们在约会 现在你爸最见不得的人就是我了 叶好轩有些郁闷地说 你知道女人的厉害了吧 陈若曦白了叶好轩疑 唉 我知道了 宁愿得罪小人 也千万不要得罪女人 叶好轩叹气道 走吧 我跟你一起去 陈若曦挽着叶好轩的手臂道 你爸很反对我们的事情 你这样跟我去 只会火上浇油 听话 和陈豫一起回去 咱爸这边 我去搞定 叶好轩淡淡地说 好轩 陈若曦神色复杂地叫了一声 嗯 我感觉 留给你的时间真的不多了 如果不出意外 两个月后 就要订婚了 如果你那时候没有办法改变局面 那 我就跟你私奔 陈若曦认真的说 傻 你老公是谁 这点事情都搞不定 叶好轩微微一笑 在他翘臂上捏了一把 色鬼 陈若曦一声惊呼 满脸同红 自己的弟弟还在这里呢 他还是小孩子呢 这个混蛋怎么一点也不注意影响 呃 我什么也没看到 你们继续 陈豫连忙把头转过去 德行 走了 我开车 陈若曦美好气地瞪了一眼陈豫 然后走上了车 姐夫 你三番两次把我姐诱骗出来约会 我大伯现在估计正在气头上呢 你可当心一点 陈豫哈哈一笑 然后钻入了车里 沐送姐弟两人离开 叶好轩静子打车回到了玄虎居 只见玄虎居前面停了一溜的商务别客 已经至少有三十名的黑衣人 把玄虎居围了个水泄不同 陈渊在华夏特殊部门任药职 职务保密 这些黑衣人都是特殊勤务人员 他们往这里一站 身上就发出一阵肃杀之气 让过路的人浸落寒蝉 就算是想来看病的患者 一看到这种情况 也扭头就走 叶好轩心里的火气 蹦的就起来了 他沉冤也太把自己当成一颗葱了吧 如果不是念在 他是自己未来老丈人的份上 叶好轩早就跟他翻脸了 这里戒严 任何人不得进入 正当叶好轩打算进去的时候 两名黑衣人一拦 把他挡在了门外 我是这家医馆的医生 你们封我的店 总得有个理由吧 叶好轩冷冷地扫了眼黑衣人 你的店里涉嫌重大危机 最好不要反抗 把事情交代清楚 一名黑衣人手一挥 控制起来 有两名黑衣人马上冲过来 手一伸 较向叶好轩手臂上扭去 叶好轩双臂一振 体内的浩然真气 轰然涌出 一层肉眼不可见的内息 向四处波动而去 把跟前的几名黑衣人震退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